《啤梨漫步》 逢星期一至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為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回來六月十二日的《啤梨漫步》 這一節我們先講一下播 昨天那場播 其實如果韓國人贏多一球 或者贏中國多一球 或者泰國人贏多一球 或者新加坡人贏不了那球 其實出局的就是中國 你如果去到今時今日這樣 你也會大糟糕了 泰國就是一隊 但是不用擔心 我今天專門做功夫 我仍然認為 中國隊能夠晉級決賽州的機會 不是渺望 是絕望 為什麼這樣說 我慢慢道來 首先 我是堅決反對 但是我反對沒有意思 就是 兩年後的世界盃 決賽州是有48隊 如果沒有三十二隊 我也會嫌許多 老實說 你問我 其實 你說 規模這樣不夠大 其實這些所有東西 就是那些轉播 或者捉種 那樣東西 其實最合理的 你問我 就是二十四隊 二十四隊 不是的 二十四隊 因為你出了十二隊 你也要用四隊 是最佳第三名 美督而喜歡的 就索勝十六隊 曾經試過的 十六隊 那不是一開始就施殺了 否則這樣就很短了 分開四組 每組頭兩名出線 一出線 也算是打六場一組 分開四組 六歲二十四場 二十四場然後頭兩名出線 那就屌你八強 互相施殺 以前 在八二年以前 八強都沒有互相施殺 八強 再分兩組 好了 然後頭兩名 再出來 再變成四強 四強才互相施殺 但是這樣就可以 因為小組賽 因為不是淘汰賽 有權有機會走線 就好像1978年 那個沈邦阿根廷是甚麼人 所以於是我們喜歡淘汰賽 好了 你加了四十八隊 那為什麼加了四十八隊呢 多一點 隊伍入決賽州 多一點轉播 多一點門券收入 也找多一點數 找給世界各地不同的足種 即是淑會 我非洲人這樣撐你 是不是要給我多點議席 我亞洲這樣撐你 投票給你那邊那邊那邊 我是不是要給我多點議席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過Netflix 那個世界盃的醜聞 其實都很清楚 所以現在這班人 國際足協的那班人 還在這個廟堂之上 其實很奇怪 因為就算你不斷井 其實大家都有份 或者曾經有份 做過這些事情 其實真的很嚇人 好了 48隊 48隊可以解決了很多 譬如亞洲為何人都這麼做 坐得兩個席位 一個席位 甚至乎 現在48隊就有八個半席位 八個半席位 即是什麼八點五席位 不看球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八點五席位 即是最後零點五席位 就當成為南美洲第八名 那麼亞洲就有八隊 所以有八隊去決賽州 為什麼我們這麼反對呢 喂大哥 我時間很寶貴 雖然現在大家 水準越來越近 譬如說 一個不一個幾抽 巴西對中國 不要玩 7比0 真的沒有意思 不過我們要緊湊一點 德國對所羅門群島 所以呢 不是呀 所羅門群島 可能是德國這樣 是呀 喂 喂 所以我們想去看歐洲國家 歐洲國家是不分手的 今年是否32類 今年是32類 好像 24 24而已 24而已 其實24也多 歐洲 你就數了 其實我現在 歐洲有五十幾個國家 這麼多嗎 有這麼多嗎 是嗎 可能東歐那邊有很多小國 因為如果我數 我數不到五十幾個國家 究竟是怎樣出線 我們先了解一個出線 你真的很想像我 我為什麼說 什麼呢 首先 他分開成 五圈賽事 我們現在 是在打第二圈 剛剛昨天打的叫第二圈 好了 接著 就會有18強 中國也進入了18強 於是在18強賽事 就是第三圈 18強賽事 分開三組 18強 分開三組 每組頭兩名直接出線 沒有問題 但是 三四名 就要去第四圈 再練過 好了 三四名 贏了 就有兩隊 又這樣就變成 加上支持六隊 就已經有八隊 OK OK 就出線了 輸了三四名 輸了一隊 不要緊要 再練過 贏了一隊 就叫做點五 就再跟另外一個 不知道南美洲還是什麼 這樣練 OK 我們看這18隊 18隊 一分小組 有四隊都有機會 現在這樣 出線 三四隊都有機會 是 我們看看小組 首先 你就明白了 他分開五個檔次 我們偉大的祖國排第五檔 就是最大的檔 不是 分開六個檔次 偉大的祖國排第五檔 什麼意義 排第五檔 就有三隊 每一個檔次有三隊 總而言之 他跟著三組裡面 六隊 ABC 是每一個檔次抽一隊 就是第一檔次 第二檔次 第三檔次 第四 第五 第六檔次 每一個檔次抽一隊 就為之一組 OK 而我們中國在第五檔次 固然 中國就一定不會跟這個第五檔次 一齊 就是巴勒斯坦和吉爾吉斯 他 將會有機會跟什麼呢 第一檔次的就是日本 伊朗和韓國 這三隊他是不用理的 第二檔次 是澳洲卡塔爾和沙特阿拉伯 他都是沒得打的 第三檔次 是伊拉克 烏茲比克 阿聯酋 他都是沒得打的 不是吧 阿聯酋、烏茲比克都沒得打 是鬼佬來的 第四檔次 約旦阿曼巴林 五五波 佔下風 其實是五五波之下 即是我們不要說什麼 下風 如果第三、四檔次輸了 就死掉他 不要踢球 那他現在是第五檔 那輸不定第三、四檔有幾天 第六檔次 朝鮮 即是北韓 印尼 科威特 科威特 你是不是在說你贏硬他 即是說 即是說 中國現在第三圈 在十八局 你說要他 去到三、四名 我真的覺得很問 如果他最想抽到 對什麼 日本、伊朗、南韓 沒有分別 對卡塔爾 卡塔爾 你以為 卡塔爾 你以為二打嗎 這次是阿曼 印尼 你覺得是 喂 他是不是贏了阿曼 印尼就多數他的機會大 但是你要記住 你要記住 他入到三、四名 我當他 在我組裡面 他自己在三組 三、四名 即是六隊 他還要互練 這次是第四圈賽事 贏了是出線 怎麼會贏到哪一隊 輸了那隊 最後那隊 就是去到零點五 三、四名 即是有六隊 再加上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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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隊循環 然後第一名 他就出線 好啊 第一名出線 第二名就是大家爭 戶鏈那0.5,然後再跟那邊怎樣? 你看完這裏,我不知道大家自己上網看,可能講得不清楚 我覺得你哪有可能,大家認真 所以可能他繼續,昨天令泰國哭吱吱,就是令我們繼續給機會我們賺錢 但是泰國也壞了,那麼多參詩 三十多球,新加坡的門,現在大陸的網民說要去找新加坡的門匠,因為他自己賣那些飲食,你說要他賣那些冰沙 但其實他又真的,老實說,真是我真是激動我,那些把力真是頑皮的 但是你中國又不是,你搜到他藍河,是很厲害的 差點多怕他拿到一分 如果拿一分,泰國就不用看了 泰國都須自己了 其實都是,老實說,你一看別人,你自己沒有辦法,你自己有機會 你主場輸給中國都頑皮 其實最關鍵就是那場 最關鍵就是那場 因為現在中國和泰國,大家都是六戰,八分,同分 同得失球,同得球 然後才計算,雙方對賽成績,結果泰國對著中國一和一負 這樣就沒得說了 所以昨天,他眼開紀錄,但真的這麼多腳,你都射不爆人 你真是活該 好了,昨天,我們也要介紹一下,泰國足球教舞,神仙姐姐 有幾層,稍後才看照片 他向全國球迷道歉 他說,因為這樣,其實也不是一球之差 現在不是一球 一球之差就是你少入一球 就可能要等多幾年 他最傷心就是有些年紀大的球員 未必再有機會 其實我們看著泰國 足球來說是魚腩來的 你猜不到他一步一步 現在已經是跟中國爭 二線頭 我不管你一線頭,二線還是三線頭 現在就是很直接 他就是跟中國爭這個位 就是一球而已 你真是猜不到 我真是想說 你好像香港那樣 香港這樣的資源 這樣的資源 這樣拉扎成軍 這樣算不算職業化 這樣的捉種 結果是一個好的教練 在平底下相對 都能夠踢倒 我不是說他很好成績 但是是進步這麼多的 伊朗的教練 不是第一次 第二次說 香港真的進步很多 好了 中國有什麼理由這麼差 我不是說現在是增加他還是怎樣 因為我也是看著國足 你說其實一九輸給香港的對球 是不差的 你後來甚至乎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什麼融資團 那些是早一點的 後的融資行 那些是早一點的 你後期一些的 吳群立 什麼 凡志藝 孫繼凱 孫繼凱去那些 那一堆 那一堆也沒有那麼差 孫繼凱 OK的 真的不是那麼差 那是史上最厲害的 所以就試入決賽州 是 不是起碼 人家真的打得很差 每個人在歐洲的球會 這些天天也不實例 孫繼凱 是的 孫繼凱是OK的 早前還好去 那些… 無論是立國 去西班牙 那些國海東 國海東 不是 不是 國海東都OK的 孫繼凱是可以的 如果你要去 在曼城基本上 不要說這麼多 你踢在愛華森 你的愛華代人你最慘 好了 喂 這個足球教母 原來他是華人來的 泰國大部分都是華人 蔡前說明了 如果贏球每人就會派300萬珠上金 我想不是每人啦 大家分啦 不過副總理就臨時加碼 入一球就一百萬泰銖 那就有很多錢來的 二十多萬港幣 誰入球就入球和助攻那個平分 為什麼呢 昨天就是說入球嘛 你入到五球 五百萬拿去 其實這些是很積極足球 香港就是最流行的 好了 但是呢 人家這些 你怎麼說都好 開放國家 泰國教母 蔡後就跟全國人民道歉 對中國之前 我說過我們要全取六分 很奇怪的 他們在這一組裏面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實一點 南韓是難踢的 新加坡 大家都覺得是容易踢一點 不過中國好像 和和和 新加坡 和和 新加坡 所以就互相 其實中國 對泰國的互對是最重要的 結果泰國你拿不到 你兩場和也好一點 或者一勝一負也好一點 結果就是一和一負 但是仲下這個和金 好了 可惜我們在中國只得到一分 令到最後一輪形勢被擋 他原來之前 因為他是著名華裔家族 Lam Sam Family 是回軟人來的 泰國的金融保險 巨頭 他當然了 一定是了 朱拉龍宮 Marketing畢業 接著波士頓讀書 回來就在家族的家族 做冒險 從2020年 開始 早幾年開始 就被福保斯選為 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商業女性 他做過泰國男竹 泰國女竹的經理 今年2月才當選 這個組總主席 成為首位女主席 被號稱陳仙姐姐 我當然就 不認識他 他究竟是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 但是58歲的他 我看到圖片和片段 起碼他是放下身段 下了球場 跟球員 職員 同呼吸 我覺得作為領導這件事很重要 你不是高高在上 在看台上拍兩下首長 你那個感染力就沒那麼強 我希望泰國這麼爭一步 真是很慘 中國去到18層 我仍然很有信心 包尾 他包尾未必會 最少他不吉爾吉斯都是第五 他包尾未必會 我身體最少會吉爾吉斯 不是 因為他真的 去到4 他 你說他要打到3、4 他要排到3、4 六隊 才有機會打個 第四圈 就是再練過 他排排3、4也不容易 但正常意 他這麼多的投資 應該要入到3、4 他排第五檔 他的檔根據你懂得分 和表演 要吉爾吉斯 搞得碰你 好了 我們先看看這個 神仙姐姐 58歲的 其實 都有一些年紀 有些年紀 有些年紀 你只能保持得到 都看得出有些年紀 年紀 那當然 問心一句 這當然是近趙 如果用照片看得到 但是真人這些肝 肝肝的 你說和和馬當然沒得談 下一張 這個你看到 這張三十多的 因為 球場真的不同 穿的衣服和活力 是不是 好 再去 穿一張 嘩 浩浩 其實這張照片都看到 不是太年輕的 網友那麼快就有一 你們都很 很隨便 好了 回到來 那麼 我沒什麼特別說 大家上網看 今天就訪問 曾志偉 為甚麼呢 曾志偉出席一個 在 清水灣 的哥爾夫球慈善賽 Nic有報名的 但是就沒有報 那些人說 你為甚麼這樣啊 你為甚麼要踢人啊 曾志偉 因為他們的朋友 甚麼都說得 是這樣的 這是特性來的 我不會勸他 不會啊 你會勸他做甚麼 就是這樣 老實說 你說對方球員 茅狗來 你踢過去踢球這些 老實說我不會因為他很聰明 OK 就特別針對他 其實真的僅有 但是 你幾十歲啦 你還沒有房子 根據那些報導 就說別人犯他的規 OK 那你不是打直球證嗎 不是就是 你打直球證 而且 是偷了你的球的嘛 是的 而且 而且 他不是在 大家再練球的時候 有些記住在心 於是埋伸的時候 真的有些動作 是沒有球在腳大家 他特地走在後面 踢夠人 人家就是 你轉身走過去 是啊 你特地在後面 你是特地在後面 老實說 這些不是紅牌 這些是可以報警的 你問我 是 你有沒有說 他都幾十歲人 你說上次 黃日華那些肉酸 他這個更肉酸 人格卑霞 直接可以這樣說 踢球 牛腰背色 踢球 你一定有的啦 球證誤判 都一定有的 你打一個球證嘛 人家都沒有犯規 是呀 拿你的球而已 做什麼事 有些人很害怕 尤其是他一踢一輸就變成另一個人 不輸得呀 不輸得就不要踢嘛 你不是誠實是輸 你什麼時候贏過呀 運動是說體育精神 你不輸得呀 你老母真是 真是被他吹了 好了 好了 昨晚呢 雍正正呢 都很客氣 又沒有開名 只是說呢 希望他呢 即是他現在出了封律師信 他行善良的路 不要傷害人 不要傷害人的家人 他都不會有 第三個行動 說得明白的啦 但是如果呢 你 仍是 要做些傷害人的事 說些傷害人的說話 他就隨時可以加入 第二 步行動 雍正正也忠告 對方 不要盲目相信 阿遇奉承的說話 他因為很多人加入群組套料 是想 看你如何做錯事 其實雍正正是提醒他的 譬如有些人說 支持你呀 何太 一定要拿回 其實呢 在那裡判 等你 等你什麼 好了 有些網民 立即將這個抖音片段 雍正正做危險人物展的抖音片段 說這段說話 立即 forward 給何太 我們其實面對很多這些 好這個世界上 太多人 唯恐尊下不亂 喂 屌你兩尾 給你過來看看 屌你兩尾 喂 這樣說你呀 很多的 好了 何太看完片之後 又發瘋了 老實說 你這樣的EQ 這樣的智力 你真是死去 你還要惹到 翁小姐 你真是死去 你現在我都可以 什麼是你呀 我現在可以 負儀的他呢 下場 是 錢多人拿不到 老公當然 你不可以在這裏住 你的所謂是AIR老公 你都不是公共區民 是吧 你當然會被人查財產 三分鐘購回公屋 那幾百萬 老實說 我告訴你 子女是不是會給他老爸 現在老爸在這裏住 錢就不能給你了 死狀的那裏住 吃飯 因為你這樣賣酒 你會不會貼 貼回公屋外婆 你這麼狠狠的 我們看看 千禹BB 又說什麼 好 那些人是支持翁律師 他說 千禹BB說 你好自為之 你這個混蛋 為了流量不擇手段 他還以為 人家是為流量 人家隨便一集 危險人物 多理 不知道多理 你憑什麼給律師信我 從他的律師 你都可以給律師信他的 好 再去 我等你呀 一傻子 你有病就看醫生 你這個陰險的 奸狡的女人 放馬過來呀 當我不擅長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就是攬炒 我還怕你的毛婆 我看到你的臉都發阿夢 看到你的嘴唸 你都不敢見我 扑街 放馬過來呀 你有病就去看醫生 我回來了 他還在嘴唸不斷打 有病就去看醫生 我真的 不會判什麼的 但是阿翁小姐 我覺得他這樣挑機 就真的不敢放過去 如果不是 其實我也不太留意 看這些都不關事 我都沒有上心 但是這麼瘋狂的 他在這裏 真瘋狂的 搞夠他 做什麼瘋狂的 休息一會